英国时间上周六下午一场秘密婚礼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 结果啊 英国的宇宙第一八卦报纸太阳报几个小时后就爆料 头条写道 鲍里斯约翰逊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凯丽西门茨结婚 婚礼非常秘密 连高级助手都不知道 就这样啊 英国首校秘密结婚 结果啊 全英国人都知道了 哈喽大家好 凯瑟琳八卦 今天就来给大家揭晓这场神秘的婚礼 当天下午一点半开始 正在伦敦参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游客们被要求离开 教堂随即封锁 半个小时后呢 一辆豪华轿车从教堂西侧的正门驶入广场 33岁的西门茨从车上缓缓走下 他是穿着PLE的白色长裙 没有佩戴头衫 而是头戴花环 跟约翰逊胸口的花蕾相得一张 56线的新郎约翰逊呢 则是穿着裁剪得体的西装 打着蓝色领带 伴随着优雅的古典乐 两人穿过亨利七世礼拜堂的狭窄过道 来到神父丹尼尔和弗莱斯面前 他们共同宣读誓言说出我愿意的承诺 正式结尾夫妻 并为彼此送上了甜蜜的衣吻 好棒哦 整个婚礼历时一个半小时 准备了六个月 从头到尾都非常的私密 收邀的密友和家人和约翰逊夫妇 刚满一岁的儿子威尔弗雷德 总共呢是不超过30人 这也是遵从了英国目前的防疫规定 要求参加婚礼的宾客不得超过30人 而且呢 所有宾客都是在最后一刻才被告 只要参加婚礼的 以确保了整场婚礼的私密性 当天呢 在教堂仪式之后 这对新婚夫妻还在唐宁街10号的花园里 搭了一个巨型的帐篷 摆上下午茶招待来宾 他们和宾客们还一起唱了 唐麦克林的美国派 文一为二被约翰逊邀请的同事保守党议员 詹姆斯克莱福利 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就晒出了一张 约翰逊夫妇在花园里的照片 不同于官方发布的正经结婚照 西蒙茨赤着脚 而一旁的约翰逊则是卷起衬衫的袖子管 深情妄想太大 是轻松自在 当晚呢 媒体还拍到音乐演奏家们 离开唐宁街10号的照片 好棒哦 不过呢 庆祝活都还没完 太阳报就说了 这对夫妇寄出了情节 告诉朋友们 他们将在2022年7月30日 庆祝他们的婚礼 看来呢 小两口如同其他在疫情期间 举行婚礼的夫妻一样 先举办一个小型的婚礼仪式 再准备等到疫情结束后呢 安排一个规模更大的庆祝活动 和他们的一夜旅行 作为英国史上首位第一女友 西蒙茨赤现年33岁 比约翰逊小了24岁 曾作为竞选团队的一员 帮助约翰逊在2012年 再次当选为伦敦市长 两人呢 是在2018年熟络起来的 当时啊 约翰逊出任英国的外交大臣 西蒙茨呢 则一直任职着保守党竞选总部的 公关主管 他能力出众和约翰逊的老巴斯坦利 也是老相识 2019年初呢 媒体首次报道了这对情侣的恋情 2019年7月 约翰逊和西蒙茨搬到了唐宁街 成为首队住进唐宁街的未婚夫妇 2020年2月29日两人宣布订婚 并表示西蒙茨已怀有身孕 然而3月 两人就双双感染新冠病毒 约翰逊一度住进重症监护室 幸好得到及时的救治 恢复健康 短短一个月后呢 4月29日 他们的儿子威尔弗雷德出生 直到一年后的5月29日 也就是上个周末 两人低调完婚 不过呢 这虽然是西蒙茨的第一次婚姻 却是约翰逊的第三次了 可谓声明在外 约翰逊的分流史 可能跟他在政坛的五里头一样大胆 1987年呢 23岁的约翰逊和牛津大学的同学 阿莱格拉 第一次结婚 他们在读书的时候啊 就是恋人 但两人1993年就离了婚 理由是约翰逊出轨了他的青梅竹马 玛丽娜 离婚手续办妥不到两周 约翰逊就和玛丽娜匆不如婚姻殿堂 因为当时 玛丽娜已经有了身孕 两人的婚姻维持25年 共同育有四个孩子 他们于2018年分居 直到2020年才把婚离掉 也就是说 约翰逊在离婚期间 再和现任谈恋爱 而除了和前任的四个孩子 和现任的一个儿子 约翰逊还有一个非婚女儿 以及很多分流史 所以约翰逊一共有六个孩子 需要抚养或者更多 但是面对媒体 约翰逊从不回应自己的私生活 现在第三次结婚 约翰逊选在了天主教堂举行仪式 虽然非常低调 但是仍有不少天主教徒就出来质疑 问约翰逊为什么能在天主教堂结婚 因为天主教通常不成人离婚 不允许前配偶人在世的人再婚 但为约翰逊举办仪式的罗马天主教堂 就认为他们允许约翰逊作为离婚者再婚 前提是他之前的婚礼是不在天主教堂内举行的 约翰逊曾在伊顿工学上学时 就受洗归一天主教 但后来放弃了天主教改行英国国教 而约翰逊的前两任配偶也不是天主教徒 此前的两次婚礼也不是天主教仪式 差不多的意思就是 约翰逊作为天主教徒是第一次结婚 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换一种想法 能在天主教堂举行婚礼 这对如今信仰天主教的约翰逊夫妇来说 也许是件好事 来自切尔西的64岁教友克里斯托夫就说 首相现在在天主教教堂结婚 也因此他不能再结婚了 如果他再结婚那一切都是无效的 希望他能保持克制 管好自己 他的原话其实是 so let's hope he keeps his trousers on 大家可以自己体会一下 现在呢 新婚烟尔的约翰逊夫妇处处流入着甜蜜 下个月即将在英国举行那期妻婚会上 西门茨将以英国第一夫人的形象亮相 便与拜登的妻子吉尔举行会面 希望约翰逊在和现任的新性感退去之后 不要再重蹈覆辙 毕竟婚姻独义且信且珍惜 好啦这就是今天凯瑟琳八卦的内容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关注这个频道 今天就先到这里啦 bye